我們上課了 那我們現在再繼續講那個stock effect 就是說氫原子在均勻電廠中 它的能階分裂 那我們上次 我們昨天是討論那個基態問題 基態的能量變化 那我們現在考慮N等2的 N等2的能階 N等2的能階有幾個 有四個 一個是1 2-1 2-0 2-0 2-0破完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是2-1 負1 另外一個是4個軌道 能量都一樣 這四個能量都一樣 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用原先那个怎么样 我们不能用原先的维扰电磁了 那我们要解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用到原先那个简并态的公式 我再把简并态的公式写下来 这是我们原先那个简并态的公式 那还记得这是 那我这边可以写成是2 所以这是N1、N2、N3、N4 那N4就是右边那个三个 那我们先要算这个矩阵单元 我们先要算这个矩阵单元 对不对 这个公式可以换成怎么样 可以换成矩阵 没有矩阵来写的这样 我们可以改写成这个矩阵 你看这边总共要算几个 算几个积分 4、4、16 总共要算16个积分 但其实我们不用算这么多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对称线 利用那个YLM的积分 YLM的积分是这样 它的特性是这样 我写在这边 Y 我先用一般的 这个积分有个特点 这个积分如果不等于0 就在下面两种情形 第一个 M要等于M' 因为这是零 这是零对不对 所以M必须要等M' 第二个呢 L减到L'要等于1 就等于这个 我把它写在下面 我这样写好了 这次有什么来的 就是说 M减到M'要等于这个数目 这是零嘛 所以这相当于是 两个M要相等 这样会的吗 OK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两个X L跟L'要等于1 所以从这个规则 从这个规则我们来看一看 这16个巨阵单元里头 我们知道H1是等于什么 H1是什么 还进去了 我写在这边 对 1然后1 1然后 然后过来呢 对 Z Z就等于是4π 3R Y10 所以10在这里 10在这里 10在这里 这样会有吗 OK 所以从这个告诉我们 就是说 这个16个单元里头 有哪些会是零 我们先看H1 H1左边是什么 H1左边是这个 零零 我写在这边 这是零零对不对 L' L' 或者L' 这是零零 零零不等于零 只有哪几个 零零是M等于零 M等于零 M等于零的话 告诉我们M'等于多少 要等于零才不会等零 对 我们M'等于零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 是这个 对不对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跟这个 那么看 这个现在 如果从M来看的话 这两个都可以不等零 但这个会不会等零 L在这里 L等于零 这边也是L等于零 但这边告诉我们 L必须要等于多少 比如差一 所以不符合 不符合 所以这也是零 对不对 这个呢 这是不是因为L不一样 L相等 但L必须要差一 这边告诉我们 L必须要差一 那这边是L相等 这是L相等 所以是等于零 那这个呢 这也是零 为什么不等于零 因为M不一样 所以这是零 所以这是零 这个呢 这可以 这个呢 这等零 我们已经找到这一排 我们再看这个 一负一的 我们先看M来 只有哪一个才不等零 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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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 OK 其他都是零 其他都是零 是吗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这是为什么等于零 M不一样 对M不一样 所以等于零 这个可以 这个呢 M不一样 对 这个呢 M不一样 这M 对 对L 还是零 这是L1 这是L1 所以是零 所以这一排全是零 看这一排 这排是E零 这个呢 我们先看 这是L等多少 L等零 可以 M等零 也可以 对 所以这个可以 这个呢 不行 这个呢 OK 这个呢 OK 我们再看这个 E的 这是M等零 对 OK 所以我们看 只有几个 只有两个而已 所以H13跟H131 是不等于 其他都是零 这样就简化很多了 然后我们把H13跟H31 把它算出来 H13 对不对 OK 对不对 那会算吧 就做这个积分 这积分 积分出来 结果是这个 积分结果 结果出来 这个 就你带进去 积分 积分出来 结果是成这 很简单 就是 就是 不三 然后A0 然后E 然后重上 电场 有问题 积分出来 结果是这个 不三 然后A0 然后E 然后电场 那因为 多写了没有 那A3 3E跟它怎么样 一样的 因为它 本来3E跟E3是要共互负数的 然后因为它的熟数嘛 它熟数所以共互负数等于它本身 所以E3跟H3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相等的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三个 三个 我还要给你积 蛤 还是要把那个 微微交发 把你积分出来 你可以把 等一下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你们 刚刚那个 问题是这样 三个怎么积 我告诉你们怎么积 对这个很简单 这个不用 因为 Y0是多少 跟到失败分之所以 跟到失败消掉 所以剩下跟到三分之一 所以变成是 这个跟这个积分 它是Orsonoma Orsonoma 积分就是E 还继续的 你们都忘掉了 这永远等于E 那三个怎么积呢 我告诉你们怎么积 你们知道 我一直在跟你 你们强调完整集合 还记不记得 这两个函数 是不是 C-ta-fi的函数 这两个函数 C-ta-fi的函数 C-ta-fi的函数 一定可以展开 从什么 Y-O-M的线性核 还记得 Y-O-M是完整集合 对不对 Y-O-M是完整集合 所以它是C-ta-fi的函数 所以一定可以展开成它的线性核 所以一定可以这样展的 我另外用个符号好了 一定可以这样展的 你只要把这个细数写出来 你就可以积了 这展开得很容易做的 我等一下举个例子让你们知道 那我先叫谁的 所以这个就等于 对不对 所以精确的结果是什么 他要等于他 他要等于他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等于 不是吗 对不对 我们在讲求求韩式的告诉 所以它是Data 所以等于C多少 就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细数找出来就好了 会有没有 那等于我告诉你们 怎么找这个细数 擦到没有 其实这个可以插表 我不是讲 Clapps-Gordon coefficient 就是那个 但你可以自己做 我告诉你们怎么做 告诉你们怎么把这个细数找出来 都操了没有 所以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等于Clm 就这个展开式的怎么样 展开式的Lm那个细数 都操了没有 那我现在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怎么做这个展开式 我们先看这两个相成 这两个相成是这个 8Pi分之3 对不对 然后Sign Theta 然后再过来呢 FuI Pi对不对 那这个呢 这是根号 10Pi 然后Cosin Theta 所以这等于什么 我们把它积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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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4Pi 根号4Pi 然后根号2 然后3 然后Sign Theta Cosin Theta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可以猜出什么函数了吧 猜出哪一个了吧 哪一个YLM猜我这 M一定等负1嘛 有哪几个 反正你可以插标还可以啦 有那几个YLM它是 M等负1的 那你看这个Theta 这Cosin Theta 几次方 两个相成嘛 是哪一个 是Y2 2的 然后再过来 Y-1 一定有这个 还要加上 你看 你查看Y2-1 看是不是 有没有Y2-1 为什么我小的Y2-1 因为这两个相加是2嘛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哪一个相加负低要这么简单 怎么样 就是那两个相加是2 另外两个相加是2 你可以从1加1来看啦 另外一个是从这函数啦 这函数字 这函数字 Sine 这是平方 其实是两处方向的 所以这是2啦 你去看表就知道 哪个同学告诉我 你们有带数过来的 再过来呢 再过来呢 然后就是 I5一定有这个 所以一定是负1 M是负1的 那我意思是说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最大是2 再过来是0 0是不可能 因为M不等于0是不可能 1可不可能 1也不可能 所以就这个 那你把西数找出来就好了 所以这 我们看 你告诉我 这函数等多少 哪个同学告诉我 这西数等多少 约真 这西数等多少 Y21 Y2-1 15 怎么样 15除以8拍 然后这是多少 Sine Theta Cosine Theta 然后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等于多少 很容易的嘛 你就一个西数 然后Y2-1 这西数等多少 C层上这个 C层上这个 要等于这个嘛 这样会了吧 所以这就一项而已 所以这就一项而已啊 会了吗 这样会 可能这太简单了 只有一项而已啦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好了 1的 Y1-1 Y1-1 那我们看这是等什么 8π分之3 Sine Theta 对不对 Sine Theta Fu I Fi 然后 Fu的 Sine Theta I Fi 对不对 这正的嘛 这两项什么样 这个跟这个怎么样 消掉了 所以等于多少 Fu的 3 然后 Sine Theta Sine Theta 对不对 所以这可以展开成什么 有两项 这时候有两项了 一项是多少 Y2-0的 Y2-0加上 Y0-0 有Y2-0的 跟Y0-0的 那你乘上Alpha 乘上A 乘上B 这可以写成什么 1-0 Cosine Theta 你把这个带进来 把这A跟B 把跟ABC 解出来就好了 这样会有没有 我再讲一次 这两个相成 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这简化以后 等成这个 Sine Theta 可以换成 1-0 Cosine Theta 那你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函数 你表里头 把它带进去 把A跟B解出来 就好了 这样会有没有 会有没有 对 你先做 做这个 你先把A定出来 你先把A定出来 然后再算B 会不会 你先把A定出来 对了 对了 就这样 对 同学有没有问题的 先把A算出来 先把A算出来 然后再来定B 同学会有没有 B上会有没有 会不会 会不会用 怎么样 我没有说直接相接 你说哪一个 对 就是这个 相成 不是相加 相成对啊 相成对啊 这两个函数相成啊 你不是要做这个吗 不是要求这个吗 这两个函数相成就这么简单啊 是相成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是Y1 副1啊 这是他Y1啊 两个相成啊 不要管讲中 好像叫两个四血函数 还有没有问题没有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哪有两个加起来呢 两个相成 这副I 这是E嘛 这是E嘛 这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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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相成 整个E啊 对 对对 总共2是两个相加 2一定是顶 中间没有1的 0一定是这两个 这两个相加就等 抵消掉了啊 对对对 这个M一定是两个相加的 这样会了吧 这样会了吧 那L是这两个相加 然后一直往下剪 相加等于2嘛 中间跳一个 1没有 再下来是0 当然没有 因为永远是正的 所以就没有了 对对对 这样会了吧 很简单 很简单 这样规则知道 同学还没问题呢 这规则知道了 因为 M它是STAR嘛 所以M要换成怎么样 M换成负的嘛 负的加上这个加上这个要等于0 对 换句话说这两个相加要等于它嘛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问题 因为这一排 这一排全部是0 对 我把它削掉了 这一排全部是0 对不对 这一排全部是0 只有这两排有 而且这一排是0 这一排是0 剩下是哪里打几个 只有 只有这个方块而已 所以我把这个方块写下来就好 但是我这边要变成00 对不对 这边是10 然后这是 H13 对不起 0 H13 然后H310 然后这边这两个就不要 因为这两个是无关的 这样回来吗 OK 我只取第一排跟第三排 跟第一类跟第三类 这样会有 其他都无关的 其他都是0 没有关系的 那剩下这个就很容易做了 剩下这个是 我们来看 我们要取它 eigenvalue eigenvalue是哪一个 把这个剪过去 负的1 负的1 n0 然后 he3 h3e 然后负的 是不是 所以它的解是什么解 所以我们只要得到解是en 然后等于 这是等于1的平方 然后 哪一个 还要开根号 然后这是等于 正负 我不要这样写好了 这平方 等于 所以 en 正负 3 1 我们得到这个答案了 我们得到 eigenvalue 是这个 这是 eigenvalue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得到 那 eigenvalue 我们就把它写在这边了 就我们有两个 eigenvalue 一个是正的 3 1 然后电场 然后 A0 那我们要刷 eigenvalue 我们下一步要解 eigenvalue 所以 eigenvalue 是什么 我们把它带到这边来 就0 1 3 对不对 给 那我们把那个 所以我们知道 α3 h1 he3 λ3 对 对 那同学 你们告诉我好 告诉我好不好 这就是 he3 这告诉我们 α3 等于多少 对不对 哪一个 h1 是 等一下 h1 沒有正負 我H13 H負責對 所以這邊是變成 所以變成負一 是負一 那你猜想 規一化會得到什麼 規一化以後 α1會等多少 兩個相等根號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就得到 φ正的 等於 根號二分之一 然後右邊那邊 φ200 減掉 φ210 這樣會嗎 這新的波凡數 然後這個呢 這個我們就得到 可以這樣刷 我們得到這兩個 那我們現在看能階怎麼變化 這是原先的原子的能階 現在在電場中 現在怎麼變化 這因頂二能階 原先四條都一樣 這是包括200 21-1 2210 21-1 這四個能階都一樣 但在電場中就變成怎麼樣 有兩條是不變的 對有兩條是不變的 這是哪個狀態 21-1 21-1 對 21-1 這兩條都沒有變的 另外一條是 左邊底下那個 根號 二分之一 φ多少 我寫在這邊 200 加上φ210 那這個降多少 負的3 這樣會的 這往下降 那一個是往上升的 這是哪一個 這樣會的嗎 我們變成兩組 中間那個不變 這是不變的 這兩個能階沒有變化 這兩個重新組合 變成一上一下 然後間隔是三 這是三 就知道 原子在電場中 在均勻電場中 原先的能階 原先能階一樣的 N等二能階一樣 現在分裂 分裂從三條 OK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OK